女騎士疑似擦撞路旁電線桿 連人帶車在空中 翻了一圈重摔在地 同一時間後方大型吊車完全沒有剎車 又前輪直接輾過女騎士 眼見吊車駕駛想拍拍屁股走人 後方騎士趕緊將他攔下 但遭年的女騎士到握的鞋箔中 痛苦扭動身軀 左手臂粉碎性骨折 她還掙扎著站起來走到路邊坐下 等待救護車 驚險車禍發生在14號早上8點多 女騎士行進雲林斗六文化路上 疑似超車不慎撞電線桿自摔 沒想到剛好一輛吊車開過去 直接輾斷女騎士手臂 小姐她自撐她自己為了超車 這幢那個電桿滑行了 機車滑行了大概20公尺左右 疑似可能有後面的車子 是不是有插撞到 在後續再黏到的問題 無信女騎士還在加護病房 但吊車駕駛倒案 仍然堅撐完全不知道自己 撵到人 再看一次驚悚瞬間 女騎士在空中轉了360度 機車噴飛數十公尺 而她跌落在地 立刻被吊車碾壓 整條手臂血肉模糊 畫面看了觸不驚心 記者雲林綜合報導